欢迎收看,我是佩妮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呢 要来讨论就是怎么样的分数 它是会出镜的 也就是可以化为有限小数 那怎么样的分数呢 这就写 约分之后分母会是 2的次方,5的次方或10的次方的 那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啊 其实这个东西我在国中的时候会教 就是这是因为我们的计算数字 是实镜位系统 比如说我今天要去算这个八分之三 那我三 最八吗 0点,补一位 这个3 2460 75640 可以吗 留意一下我刚才有一个动作 就是我一直把它补零 补零 那这个补零的行为 其实相当于是我把被除数乘以10 也就是说3除以8 除不进 那30除以8 也除不进 300除以8 也除不进 那3000除以8 除进了 就除进了 对不对 375 这样子 那然后怎么样 再把因为我乘了1000倍 再把那个答案除1000 所以是0.375 那为什么 我乘以10 乘以10 乘以10 乘着乘着就除进了呢 那就代表你的分母 在我乘以10 乘以10 乘以10之后怎么样 就约掉你的分母了 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就只有在我们约 约分 就化为最简之后 你的分母变成是 剩下2和5 或10的这个因数 在分母 因为我们的数字是10进位系统的 你乘以进补一个0是乘以10的 所以说我乘以10 乘以10 乘以10 把你分母会约掉的话 代表约分完之后 你的分母是2的次方 5的次方 或10的次方 那所以说你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首先要对于2的次方 5的次方 和10的次方 有一定的熟悉 那如果有看我国中的教学影片的话 就会知道 我有带学生列这个数字表的习惯 其中就有一个2的A次 2的一次是2 2次是4 3次是8 16 32 64 128 256 写下面好了 256 512 1024 都会列到1024 那 这个眼熟的人应该会发现 这些东西会出现在很多电子产品里面 比如说你的手机可能是128G的 或者说你的照相机的 那个记忆卡是256M的 我们这个电脑里面讲说1KB是1000byte 其实他1KB是1024byte 然后1MB是1KB也不是1000倍是1024倍 或者说你电脑萤幕可能写解析度 你打开来看他那个是写1440乘上1024 或者是什么1024乘上700多720的样子 或者说我们电视也有那个4K高画质的这个4K 其实也是4乘上1024也就是4096的意思 OK那为什么电子产品这么多这个 因为电子产品是二进位的 所以二进位的数字跟他本身逻辑上就很容易出现 那5的A次呢 5的1次是5 2次是25 3次是125 4次是625 那我们写到这里就好了 太大也不会出 重点是什么 5乘以2是10 4乘以25是100 8乘以125是1000 16乘以625是10000 所以我都跟学生说如果我问你看到8要想到什么 答案就是125 如果问你看到125要想到什么想到8 看到25要想到什么想到4 所以比如说举例来说我今天假如写25分之3 上下同乘4它就变成12% 可以吗 比如说8分之7上下同乘125 就1000分之875所以这是0.875 可以吗 那也因此我们要对25的倍数和125的倍数有一点点熟悉 你的反应才会快 所以一样在我的数字表里面还有一行就是这个25 乘上任何数字末两位都会是255075或00 乘1是25 乘250 乘375 乘4100 乘5就125 乘6就150 乘7175 乘8200 乘9就225 乘10就250 为什么 因为每满4个25就进到百位数 后面又空出来又继续250 那125呢 不管乘上任何数 不管乘上任何数 末三位都只有固定的几种 大概就是8种 哪8种呢 125乘1是125 乘124 你可以现在乘250 你可以按暂停自己把它写完再看我写 乘3是375 乘4是500 乘154 625 乘6是750 乘7是875 乘184 一样我们写000 乘191 1125 乘11250 乘11375 乘112 可以吗 一样 买8个125就进入到1000位 那你想说哇这么多 背不完 没有 这个250 7500应该OK吧 都已经学到高中了 那OK的话呢 其实125 因为他的末两位也是25 所以他也遵守这个2550 7500 2550 7500的规律 也就是说你掌握到这一点你很难写错 可以吗 然后怎么样呢 因为我如果拿125乘以偶数 比如说6乘以125的话 他就会变成是3乘2乘以5乘以25 因为125是5乘以25 这里就合起来产生一个0 然后就变成25乘多少 也就是说125乘到偶数的时候 仔细看他就会出现 25 0 500 750 和 000 对不对 不需要额外记东西 那唯一特别的就是 875 跟375 这个125乘以5是625 他还是25平方的 这个记一下吧 OK吗 所以我们来看这样的问题 将48分之21化为小数 那怎么做 先约分 你一定要先约分 约分之后呢 会变成是 约3 16分之7 OK 16要乘以多少 625 那你想说哇量数字不是很大 不用担心 老师也怕算 所以我们会出 就不会让他变得很难做 所以他是以万分之多少 那这个乘起来不会很难吧 6 7 42 7 24 75 35 对不对 所以他是多少 6 6 3 7 5 可以吗 4 3 7 5 OK 所以是0.4 3 7 5 3 7 5分之1 2 3 也是一样先约分 是1 2 5分之41 这就明白了吧 通称多少 8 1000分之8 4 32 8分之19 要不要做看 我在这里只给一个提示 我们先把他的整数部分拿掉 不用跟着乘 所以8分之19是2又 因为826嘛 8分之3 可以吗 多少 2 375 上下同乘1 2 5 6的21次分之9的21次 如果画为小数的话 小数点后会有几位数字 你看他问这个问题 会有几位数字 其实在暗示你 他在暗示你他是有限的 要是他无限无穷 那就没有所谓的有几位了 对不对 所以他除尽他会除尽 所以这个东西会除尽 真的吗 底分不是6吗 我们除尽的话要怎么样 你看这就是知识点 除尽的话要怎么样 2的翅膀 5的翅膀 10的翅膀 所以 这在暗示你什么 暗示你这个6呢 其实会被约 他的3的部分会被约光光 因为怎么样 上面虽然看起来好像6的翅膀比较高 可是上面9的12次 其实是3的24次 下面这个6的21次 是2的21次乘上3的21次 的时候呢 其实会把分母的3都约掉 上面剩下3的3次 所以说小数点后会有几位数字 OK 那会有几位呢 如果你坐到这里 但是你答不出来 那没有关系 就说等于这一题的一个特殊的思考角度 你没学到 可是如果你根本没有想到他可以约掉 就差一点了 那会有几位上下同层5的21次 那当然不是真的要你乘 你就会发现 你上面这里会产生一个数字 那因为你是拿 23次27 乘上5的21次 他当然不可能到10的21次那么大 可是你的分母却除了10的21次 所以我等于说 前面不管你写的上面分子 不管你乘算是多少 我们假设是 A B C D E F Q H 如果这是他的分子 小数点在这里 他都会因为他的分母有10的21次 而怎么样 退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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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 退21位 导致整体的小数就会有 所以这一题其实是不错的题目 那这样好像在夸我自己的讲义 这也不是我发明的题目啦 我也是看到别人出了 我觉得不错 就收信我的讲义里 那最末一位的数字会是什么呢 这样想起来有点难吧 其实不难 为什么呢 因为5不管几次的最末位都是5 而且5不管乘到什么的最末位都是5 所以他就会是0.000000一串0之后 一堆0之后 一堆数字之后 所以他的最末位就是 可以吗 可以吗 然后你看题目有一点点坏心 球A的最小可能 以小数表示 这个是7分之99是多少 7然后29的话是14 14又7分之1 因为7乘以14是98 所以他是什么 14.142857 这样我们142857循环 还复习了这个7的142857 复习了这个循环小数化分数 还使用了国中的这个数学 这样子